查理欣失控 电台牢骚砍节目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华纳兄弟娱乐公司Warner Brothers 将查理欣从好汉两个半引进撤出 在一个广播节目中 查理欣痛斥好汉两个半的执行监制查克罗 查理欣叫查克罗一坨屎 并宣称其拥有喷火拳头 查理欣也将自己比较为一架F18 说她能扫射她的对手 即便她们正在睡觉 查理欣把自己看作是金鸡母 主管们胆敢取消她高收视率的节目 与此同时 查理欣邀及她的粉丝加入她 走上正义的台阶来修正这不合理的错误 想成为我们的动画人物吗 相关资讯请上脸书 Get Animated 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 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